1.8万元的基隆的清晰的执行案件 现在已经引发的重点 就是大家知道这个案子 究竟是执行的偏师 还是有个故意的基本在执行 那我们从整个建中来看 这个案子其实是一个充分的点 它不按照SOP的执行模式 第二个点它非常的隐秘 让很少人能知道 像应该有执行员它也没有出现 然后有的林机林长里长这都没出现 有轰调也没有出现 那这些点其实就是它隐秘性的 那为什么要这么隐秘性呢 然后它的公告又公告在中山七公所 就代理的这个七长陈信雄知道 所以这里的问题就越少人知道 其实里头就很多问题 就藏在越少人知道的这里头 那现在问题呢出现 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在这个五月四号就正式的去要求执行署呢 他本着他说要跟我们呢能够公益跟关怀呢 直接来给医务人真正的一个协助 那我们真的也去了 哪知道行政执行署呢 竟然在五月五号呢派了警察 然后真的我们帮他整理了一大堆重点 那其实他也没有针对重点 他也避开重点 然后他陈寅锦副署长来讲 说他有到基隆要去帮忙 然后人家问两句话就离开 真的是问两句话就离开 为什么 你问两句话不是问执行的案件 你是问人家有没有酒驾 这跟本案无关啦 你这个执行这样 这个他就有马上打电话给我 然后我就说你当然不要离他 就离开你就递书面 你这个非法滥钱的一个信问 本来人民就可以记得 所以请陈寅锦副署长 你好好督导你的执行官 另外整个重点来讲 你要审慎了解本案执行过程 有没有违反法定成绩 或有没有不当执行的情形 你的执行案件有71件 那你现在从91年再跟人家算总账 你现在是你自己原本知道的 就是就执行案件有没有违法出事 而不是你在做道德的谴责 而不是你脱离本案 在做一些道德谴责 另外呢 你也不给人家知情的部分 你说有轰调在建里头 那我问你在笔录建里哪页 你现在拿出来吧 为什么不拿出来 那你问题呢 有时候动产他是副长 所以你没办法查封 对不起 有动产的话请你在你的建中 你有考虑到动产是他妈妈的吗 你建里头都没有 事后不能够回溯到现在2020年没有东西 你要找2017 2018 2019 当时的一些建中政务来佐证 你都没有啊 你这样等于转移焦点 所以我觉得另外说他没有缴纳能力 他有缴纳能力才不缴 其实这跟个案没关系 他就是没有通知 还有接受你这个维法的查封拍卖 那全部人不知道 那其实真的问题出在哪里 真的问题出在移送人跟买送人 买送人 还中间谁在让三次四次拍卖都无人印买 然后为什么最后有人印买 所以这个东西叫做林秀化 张凯竹 还有原本的移送人 叫做什么那个监理机关 其实这人数很少 那其实它就涉及到当地的这个土地开化案 就是原来两线变成六线 现在变成大门中的淡黄 那这里头其实真的明眼的一看 就是为什么要做出违反SOP的执行程序 其实就是利益啊 其实就是有后面的不可告人的故事 其实这些只要前后抓就可以 那你想想看 这些林秀化为什么一下子就可以拿出135万元呢 这些点你好好查 执行机关你要好好查 还有你的执行人员 有没有涉足到里头的 被利用或不知情 或者是有基本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不单纯的刑事案件 也是一个严重违法 台湾执行案件最严重最违法的一个点例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彻底讨论 也可以让大家所有人民呢 能够知道手法 也包括执法机关能够知道手法 也让执行机关呢 能够真正的所谓的公益跟关怀 而不是表面公益跟关怀 实际上一点公益一点关怀都没有 一点让人家觉得很失望的一个执行署 所以我们在5月5号 我们就彻底了解你的执行总署 跟宜蘭分署完全不一样 宜蘭分署起码还有爱以关怀 执行总署是在指挥警察 在队伍我们教授们 有你是一些学生的执行东西 现在你对付老师 其实你不是对付我 你是对付人民 也对付公益 也对付关怀 这样是不对的 希望能够改变 谢谢 他最近在4月29号 跑到基隆 然后自己当作快递公司 要求4月30号 要做口供笔录 这个也把警察的这个职务都抢走了 因为这里头你可以看到 这里有叫做简进城房亚平 这个警察都有5千 这里叫做 有一个警察 叫做 郑雍燕 都有5千 那只有一个警察 南港的警察 非常优秀 不是南港 基隆警察非常优秀 叫邱一平 也是一个女生 他完全 懂得法律 他说 我不帮你背书 邱一平在这里 所以邱一平呢 说 你一定要自己制作笔录 所以我们应该给警察安站 警察有独立性 依法行政 行政执行署 不是警察的上司 所以你们来 也好 但是我们 其实跟行政执行署是 平等 公平 公开的一个角色 你知道 4月29号 要这个当事人 当事人是一个被害人 是整个行政执行里头的被害人 因为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 所以 因为1.8万年 他的房子 被查核开盖 你知道 他那个第七是什么 你知道 是基隆车站的北站 现在已经开了六线到八线到 现在那个叫做基隆的蛋房中的蛋房 所以 这个房子非常奇怪 你看 整个查核里头也出问题 到开卖也出问题 那为什么出问题 因为人很少 人越少知道就有问题 然后又不公开 该有的人都没有 我们知道在这里 嘲讽的时候 只有六个人 该有的执行员 执打益 依法要出现 他里头也不出现 然后 里头也两次 一个是 四月二七 一个是六月一号 这边写错了 六月一号 六月一号 两次里头 我们都知道 租记官要终于 那这里头也很奇怪 这里头有蛮多问题的 其实在四月二九 然后四月五月一号 就把这个可怜的苦主赶空了 第一个就请问他 您有没有酒驾 请问 执行的疏失 跟酒驾无关 他又抢了警察的 交通警察的这个 坏碗 所以 又抢了检察官的坏碗 所以这个东西 我是觉得 林庆宗署长 你既然要 发表公罕 你要好好做 公益与关怀 那么你就今天应该要面对现实 而且你自己发行 叫我们要下来 要来帮我们主动解决 可是你的所措所为 其实是不是这样呢 是不是有真的关怀 真的本于公益 那你就看你的态度 这么多的女头 谁是背后的淫无者 谁在搞 搞这笔案件 1.8万年 怎么可以把它吃到的 贷款执行 其实后面 就是发掘 有疏失不大 违法 就是撤销 那个行政策 现在就要撤销 你现在不撤销 你不调查 这你的违法制度 你现在在对被害 被害人多可怜 我跟你讲 他有 郭靖英 有公公托博 11岁的女孩 9岁7岁等等 我跟你讲 一个女孩子 年轻的时候 要养 6个 6年 135791 多苦啊 然后还要养公托 一个人赚钱 要养9个人 这是真的落实 这是苦命能 你把苦命能 唯一的这个黄子 你把它拿走 你现在要叫他们 去租黄子 要去租那个楼上 七八楼的 没有电梯的 叫他们走路 你在 你可以 共同土地开花 你可以土地收购 你可以和见啊 你不要假见民意 这样 不搞瞎搞 主题是 追查不公服役的源头 谁是加害人 这里头 所有的名字都出现 最后是被谁拍定了 叫做 叫做 林秀炮 然后 张海竹 然后 简邦勇 注意 这个 他们说 不是人头 是一般户 135万 现金 还说跟人家借 这金流 135块马上拿出来 这是不是有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开卖的时候 在这里有个特别开卖成绩 结果呢 吴建龙呢 就申请停止特别开卖 进入减价开卖 这里 这里的房子呢 不是停止开卖成绩 应该进入加价开卖 因为这里是淡航中的淡航 6米 6米 6尺 8线到的 这个 可以冲高速公路 那个处境是淡航中的淡航 附近的华派屋 也没有这样 那附近的华派屋 还有一个问题 他整个陈姓 你知道公开在哪里 你知道吗 在基隆的中山七七公所 当然 这鱼环也可以 可是有谁看得到 所以这就是 东山七公所 叫做陈姓雄代理寺长 代理寺长 这里有问题 然后我们讲 一开始有什么问题呢 两张赛前平日证没有去换 那你是你自己的问题 赛前平日证没有换 那你要处罚要处罚你自己 对不对 所以后来剩两张 是一万八 九千九千 跟九价没关 现在转移焦点 说是跟九价 你的执行目的 是金钱在前 跟九价无关 不要慌乱重点 九价是交通主查 交通道安转移委会 不是执行署 执行署只有金钱在前的执行 所以这里头是两张 然后有个问题 有一个公文 说这个有不动场 但是写不相当 可是为什么在这里呢 有不动场 改变成为显然相当 没有交代理由 没有交代理由 为什么要改 为什么一顶八万人要 给人家的不动场开刀 他后来为什么要坚持 所以这应该请吴建龙 基隆坚持在吴建龙出来 讲一脉 吴建龙跟宜宋 宜宋只有两个人知道 叫柯一文 喜地文 然后执行也没有 执行也不知道 然后 这个里头 宜然分属 原本就有个公文说 这不能执行 就转变可以执行 这个就违环比利原则 直接对不动场 所以这直接对不动场 是有问题的 然后进来查封的时候 更有问题 查封笔入 人好少 只有六个人 然后 没有执行也 都同执行也到导 执行也没有到导 这叫做 公文书不实登展 然后 再来说有个邻居 说 义务人数在这里 还假借邻居名义 在你头之中 伪造文章 伪造个邻居 做出不实的执行 这是刑事犯罪 还有一个问题 有轰调 他说有轰调 但轰调不见 SOP 查封有一个 给地震机官做 查封效果 但是查封还有一个 通知跟揭示 查封的揭示 一定要有婚条 没有婚条 债务人怎么知道 这不是跟 我们人民每个人 都是公权力不依法侵害 你现在没有婚套 未必代表 以后不会婚套 所以这个案子很严重 那我们 怕 执行分阻 把这个案子 不败 因为他重点都不强 他也不想不笑 这个就很奇怪 这查封越少人知道 然后又不公开 然后 这个东西是违反地方的 然后 这里呢 107年7月18 他黑轮喜帝文 问这个东西 不动裁 跟1.8万 选不相当 就问他 结果 吴建龙 就回答说 呃 里头还有一些东西 有一些执行会用 是不是 有一些执行会用 执行会用 执行会用 1万334块 所以就要 执行 1万8加1万334块 结果这是什么理由 结果法和部 这个 柯一伦 执行官进来 OK了 这个是代表我们法力性法学教育的事态 这险不相当 前面有例子 这个也是 例子没有改变 险不相当 你也知道 而且去问 结果对话 只讲说 多了执行会用 那执行会用 以后还不可以再执行 不是不能 1万多 其实 我们要抓鬼 对不对 大家要抓鬼 为什么要征收 为什么要行政执行 为什么漏定 都不准买出 为什么暗时的感觉 所以镇头就出现 他问了他 所以柯一伦 柯一伦跟行立文都知道 然后做出土地报告书 说 这很重要的一个成绩 就要行驾 跟地驾 可是呢 9月7号 这笔路不见了 比路 失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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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不符合 因为它是一个重要的执行 因为大家去看 这个完全是按照执行 所以各位来看我这个图表 你就可以上一次 强制执行画 跟行政执行画 准用传执执行 所以这个很重要 所以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这个 笔路不见了 就在隔八个月以后 自己 不在现场的 借以心 就制造一个 执行笔路 9月7号 但制作日期呢 是隔了八个月以后 在107年的 108年的5月11 那上面还讲 无人一门 亲笔所写 那你是 不自作全能的人 所自写的东西 是纹造 当然你 台湾的 落后的 这些官僚 说我们是内部东西 可以补证 瑕疵可以补证 如果瑕疵可以补证 我们就没有真相 对不对 真相就是真相 维持真相 失踪的 没有做 什么原因要追逃 你不能事后 所以这个 布什登载伪造 这个在 5月11号108年 然后 他又问 警察局 这房屋里头 使用情绪 因为使用情绪 是要登载站 拍卖的公告 拍卖的条件 结果他又问警察 就问警察 他四大问题 最后很棒的是邱怡萍 台湾的警察 这个女警察 我们要给他赞 叫做邱怡萍 然后呢 108年5月21号 查箭跑资料 查到他的释放 其实他就可以打电话 给澄清性 所以 从尽一切可能 其实 已经有释放 告诉你在108年5月1号 你后面的澄清 你都没有做 你这个有没有疏失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是故意 还是过失 不让 当事人知道 不知道 这个 他又在 108年7月26号 又知一不相当 知一不相当 这里有 柯屁文 柯一伦跟启蒂文 都知道 他这里头 整个没有防污使用情形 所以 因为这个警察 邱怡萍 破了他的功 所以 问不到东西 所以 他就 沿用 107年4月27号 有问题的移入 所以 整个后面的拍卖 都出现 房屋使用情形 不时增长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七次 最后 都是不时增长 所以 这问题很严重 你用不时增长 做葬年号 说 这房子 只有一个人住 可以直接点销 没有其他人 然后 为什么 你假 弄了一个零器 我的合理猜测 是不要让我这样做 这样就是 案慢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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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前处 打工去吃了 所以 这里头人很少 所以 这案子是一个大不一样 所以 这里又有不时增长 然后 第一次拍卖 定出 250 第二次拍卖 106 第三次 128 最后到102 250 土地打成102 我跟你讲 他的土地是46平方公尺 光那个土地 只要一平方公尺 就超过1.8万 对不对 你后面再加上 一万 零三百三次 也不到一平地 一平土地是15.6万 这有没有悬不相当 所以 这样搞 我们真的看不下去 我们真的看不下去 怎么可以这样搞 那整个在做 究竟是出在喜帝文 还是柯毅文 还是吴建龙 但是后面 这几次开卖 都没有了印买 你不是有公告在中山清空所吗 我们请这个 陈信雄代理 七长文教 公告在那 然后就一个公委 威尔公告 但是 为什么没有人来印买 这么便宜的地方 为什么没有人来印买 如果知道 威尔是印买 对不对 这全部没有人印买 然后最后 又特派 特派他就做stop 然后进入检架 检架他就去找人 那这时就有 所谓的 房屋占款公司 那究竟是带买公司 还是财团 谁有办法 135万 一下就拿出来 现金喔 cash 金流他都跟别人借 其实也不容易借 135万 对不对 然后他说是一个 中夏天 好 这房子最后卖给谁呢 布什登台 公告在中山清空所 然后 这里有一个减价拍卖 这个是 吴建宏申请 他这里没有查识管理 他直接受减价拍卖 申请 然后最后 诶 注意一下 在109年3月26号 他做出了这些人 吴建宏 柯一伦 谢雨昕 林洪阳 两个书记官 执行员 两个执行员 黄伯豪 余芝品 这边有执行员 这边为什么没有执行员 然后 张凯竹 买售人教廷秀华 简邦友 是这个竞技公司的 然后 简靖腾 黄雅廷是警察 陈俊卿 好 那我们整个图表 就简单的讲 行政执行法第三条 适当的方法 独得一列 达成执行目的的必要限度 行政执行法性者 还有三大原则 所以这三大原则 整个在这个过程里头 都没有 然后 谁是共同家来的 谁做包皮 谁做淹蔽的政策 谁甩锅 谁护走 我深信 林庆忠 都做过很多任何 这个检察官检察长 转到执行署方 这个署本部的署长 其实 他应该知道 问题严重 但是 现在问题 我们已经把你整理出来 所以 你站头后面 买售人 怎么凭空会出来 所以这问题没严重 这个陈欣旭 为了一点 八万元的交通违规的罚款 还没有缴呢 就被官方呢 这个违法实质 执行过上呢 把一家大小三代人 辛辛苦苦的 一个会漏水的三层楼呢 就把人家贱卖掉了 偷偷摸摸的 偷偷摸摸的 不敢光明正大的 诶 奇怪了 这个 台湾的 这个 不是 也是 人权方面 自由方面 民主方面 法治方面 是 是 华人的典范吗 那么 我们对于这个 国际的公约 对于宪法 对于行政法 对于这个 贫穷 苦难的 台湾还 我们 尚存的 这些 弱势的 这个家庭 我们不是 也关心吗 也要帮助他们吗 那为什么 基隆的 陈先生的 这个案子 才一点八万 而已呢 区区一个 小数目呢 既然把人家 赖以生存 生活的 三代 那么 必须要居住的 这个 家呢 把人家 禁排掉 而且呢 一错再错 相错就错 没有同情心 没有同情心 没有爱心 那么 法务部 一再的 强调 标榜 他是 公益 与关怀 但是 在这个 案子里面 我们所看到的呢 是 违法狮子 执行过当 用大炮 打小鸟 用牛刀 杀小鸡 那么 我们 非常的 这个 难过 非常的 沉痛 我们希望要能够兼顾法理 行 在法方面 刚才 陈教授 也讲的 一清二楚 我这边补充 三点 第一点呢 这个基隆的 陈先生的这个案子呢 我们观众呢 违反了 国际公约 国际公约里面 对于这个弱势的这个家庭 对于家庭都有保护 他们不但呢 台湾的这个 法务部 行政署 下面所属的宜然分属 特别是 柯一轮行政执行官呢 根本 无事于这个 国际公约的这个存在 不但没有依法呢 根据法务部的一些 相关的法令规定呢 好好的这个 保护 这个家庭 反而呢 他们这一群人呢 一再的这个 破坏人的这个家庭 所以这个官方呢 违法 违背了这个 国际公约 第二个呢 宪法 台湾的宪法呢 对于这个 人民的 这个有保障 包括 居住方面 这个都是有所保障的 那么 对于这个 重视 陈先生 因为交通违规 那么 被罚款 这个事情呢 再怎么样的 也不能够 剥夺了人家的这个 居住权 特别是 央集无辜 一个人的一个 小的错误的 缺失 这个行为呢 那么 官方 无搞 瞎搞 之后呢 导致呢 这个 家里里面的老妈妈 还有 小孩子呢 受害 这个是违背了宪法的精神 按相关规定 第三个呢 行政法方面 他这个呢 整个这个行政程序呢 严重的这个 有缺失 没有按照相关的规定 也就是 依然分属啊 这个科行政执行官 和书记官等等呢 包括他们的长官 没有呢 依法行政 对于这个 有瑕疵的 对于有问题的呢 明明 已经有个提醒 虽然呢 有不动产 但是呢 跟因那的金额呢 写不相当 已经有很明确的 好的意见 这个是有依法的 可是呢 后来呢 他们这几个呢 这个更加查封 是被违法行政 而且呢 这个是 操耳的查封 偷偷摸摸的 不敢官民正大的 甚至于呢 行政执行官 应该知道 那个 有一个什么叫做邻居的 根本就不是邻居 那边的邻居 那边的邻居长 不知道 里居长 不知道 那边的市议员 也不知道 那个 陈先生呢 在那边住了四十几年 也不就是这个人 后来陈教授呢 他们一群人去找 找了之后呢 习一先本人呢 他那时候有参加 可是他也说他不是邻居 简单讲呢 这个行政执行官啊 柯一伦啊 莫名其妙 这个 没有的 不是邻居的 他说他是邻居 一错再错 所以这个 没有这个合乎 那个行政 程序 那么 而且 执法过当 你看 一拍 二拍 三拍 最后把人家这样 剪拍掉 这个过程呢 这个 当事人 陈先生的家人都不晓得 台湾的这个 贫富不均啊 21世纪的现在啊 他这个家庭啊 事实上呢 有两个很特别的 第一个呢 他们两代呢 都是这个 单亲家庭 也就是 妈妈在二十九三十岁左右呢 这个 爸爸因为 生病被人家 拥衣 乌衣以后呢 赔了这个五十万 那么 他们家里拿那个钱呢 来 盖那个 那个 那个房子 这是血汗钱啊 卖命钱啊 好不容易呢 可以遮风避雨 结果呢 辛辛苦苦的 养地的 他的公公婆婆 还有年幼的小孩 他不是自 很辛苦啊 这个单亲家庭 第二个单亲家庭 就是这个苦主啊 陈先生啊 从小失去的父亲呢 跟着母亲这样打拼呢 那么在外面工作 又要养母亲 又要照顾自己的孩子 他在 结婚没多久之后呢 小孩三岁一岁呢 那么就离婚了 也变成担心家庭 所以第一个是两代担心 第二个呢 他们是低收入户 实际上的低收入 但是呢 没有跟政府申请 那么因为相关的资讯给他呢 是有错误 简单讲呢 为了一个区区的 1.8万的这个交通违规 那个罚款呢 应该缴 还没缴呢 就把人家偷偷摸摸的 弄成这样 照理讲啊 法务部啊 这个行政执行署啊 这个系统呢 内部呢 就赶快检讨啊 赶快改进啊 发现不对 就要必须 马上呢 扯消这个原来的这个处分 我们 办任何事情啊 台湾的公务员呢 应该要兼顾法理期 从这个case来看的话呢 这个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 依然分属的 可行政执行官呢 可一轮呢 他呢 这一群 这个 呃 团队呢 他们 违法 为什么法 刚才讲过 三个 第一个 就是 国际公约 有相关的 保障家庭的 他们反而破坏了 第二个 宪法 对人权的保障 包括 居住权 这个呢 他们也把人家破坏掉了 第三个 行政法 那么多个行政法 这边很清楚啊 有行政执行法等呢 他们 他们 制法犯法 可以说呢 没有良心 没有良知 也没有良能 一错再错 将错就错 他说 官官向父 啊 这个 是一个 优秀的公务员吗 还好呢 这个 基隆的 警察 邱怡萍 这才是真正的公务员 啊 刚才陈教授 特别讲到了 内政部的系统 是警察 啊 这个 保护的系统 才是 行政执行者 这两者呢 大家都要一把 啊 啊 内政部所属的 啊 这个 警察系统方面呢 在这案子上来说 还做得相当好 啊 算是典范 但是行政执行署呢 这几个 行政执行官 和书记官呢 投机不够 啊 不公不义 啊 我们这一群 其实 跟基隆的陈先生 根本都不认识 我们是来自于基层 我们来自于农村 所以呢 对于这个 挺苦的 穷困的 弱势 族群呢 我们从小到大呢 都非常的这个重视 非常的关怀 我们从学生时代呢 就主张 啊 而且去力行 他与关怀 那我们保护部呢 这个行政执行署 一再标榜 他是 公益与关怀 可是 在这个case上 有吗 我希望他们能够呢 哎 说到做到 啊 趕快就这个事情做危机处理 啊 好好的呢 这个 啊 能够 妥善的处理啊 谢谢 对 陈教授 各位朋友大家好 经济学的角度 我想 本来 公开竞标 是最合理的 处置方法 所以执行署他有很多东西执行的 都是用公开招标 公开定标 这个 立法的目的是 OK的 很好 但是 这里面就是哦 牵涉到司法里面有很多处杂 专门在吃这种 整个司法程序执行的过程里面 找漏洞 搞钱 那很多建商都会透过这种方法 来跟执行宿舍的勾紧 所以其实啊 他就是 手法很简单 就是让公开招标 变成不是真的公开招标嘛 就是 盡量这个资讯 没有揭露出来 盡量这个过程 对社会都不交代 对社会大社 对人籍也不交代 然后 只有少数人知道 都都卖掉 那这里面有很大的利益 利益是谁拿走了 为什么公务员 谁让承受这么大的风险啊 这个调查起来 一落光的人要做老的 放股一句话 为什么 我们去叶笔录的时候 买定能的笔录 全部遮盖起来 他不是希望我们 去跟买定能协商吗 自己买回吗 所以你讲的时候 要让我自己买回 就要你把他的名单遮掉 这个我是透过通天本里 去找到这些名单 你懂吗 其实你执行署内部 也有我的人 也会把 招集pass给我 我们小英总统标准 司法改革 但是到现在 司法改革 是做最少的 也就是 人民最不满的 就是司法指示 那么在这里面 执行署里面 过去很多拍卖 你会注意到的 都是拍卖穷人的房子 都是穷人的房子被低价建卖 其实司法改革里面最重要的就是 执行罚 所以呢 我建议 署长立刻要把这些人移送罚单 这很简单嘛 就移送到警察署 一掉罚就好了 为什么不敢呢 这个司法体制里面的 一群干扰 他们形成了一个 共同 勘主的一个机制 所以呢 我希望 署长 就做很简单的行李 就是把他移送 把这些相关人全部移送调查 那就没事了嘛 这些社会就有一个交代 所以当事人都在这里了 都会有一个交代 那 我希望 我们 下一步的努力司法改革 是对整个派卖制度 要做一个 法律执行署的这个 行政执行署的这个 程序要做一个处理 在西方国家 政府即使要强 强制执行人民的财产 他不是像我们是 政府把 譬如说家商们回归 就把这个单子送到 行政执行署 就开始要派卖了 他是不可以的 要经过法官审理 看看这样的执行过程 是不是合理的 是不是比例严格 是对的 所以呢 甚至在美国 因为法系的国家里面 人民唯一住的房子 跟唯一的车子 是不准拍卖的 因为它生存需要的 所以像我们这些都没有保障 所以我们需要 一个法律的改革 就是说 行政机关要强制执行 他的 呃 行政机关要强制执行 处分这些 也应该经过法院 要审理 认为这个 处理方法是正确的 是很自当的 才可以处理 第二个就是说 当处理人民的财产 要派卖人民财产 既然是说 不必送达啦 只要用邮件寄了就可以了 不要当事人签收 才可以进行这么严重的处分 那 最后我是希望说 我们司法改革 不是只有说 参审制啊 或人民这个 陪审制啊 这些东西 其实最重要的 整个行政的执行过程 这些 尤其是处分财产这方面 要做一个 比较彻底的改革 要确保人民的生存钱 人民的财产以外 就人民的生存钱 尤其这一万多块的罚单 既然要派卖几百万的行 这实在太过分了 这个 后面没有利益在吹动 我不相信 这些官员 会这么主动的去掩盖 事实去做这些动作 这一定是当然 司法体系里面内部的当然 所以呢 我们希望执行什么 立刻把这些人移送法办调查 如果没有的话 我要承认令人 做各地立法会 我一定会想办法 把这个署长 推来一定要做 不做 看他怎么总理 又怎么办 那这个案子应该不是三个案 我相信 之前大概也不见几百件 而且不就这个组 台湾各地的罚派这么多 这里面很多人 这我常常感慨 我是医生 接着一个人 可能家后面 弄了几百万 他们随便应该1.8万 就可以把一家人全部逼死 知道吗 再不只看到有一个自杀 有一分年 就不这样不见了 那我也蛮感慨的说 我们台湾在世界上 我们常常觉得说 我们被中国打压 我们不是非常气愤 但是我们到国内来 我们也常常被这个 官僚主席打压 所以台湾也真的很苦闷 出国被其他国家打压 尤其中国在最后 而在台湾来 又被政治的官僚主席打压 不敢说大多小 这个小的一定是欺负 大得大方欺负 因为我管阿伯总统的案子 一定是自己人 其实没办法平凡 没办法解决 所以台湾超满 都不公服一个事情 所以每次我看到新人 媒体上讲说 台湾最优美的公主就是人 我真的是觉得说 是恶心到底 台湾最恶劣的 最仇恶就是人 你都是人在害人 很简单 我觉得我都关心这个案子 我家从小有一个土地 蛮大一片 把那公 邻居三个人 出国做票 讲好 整个土地变上面的 那去跟谁逃 那我回去 我以前家里住的地方 那个老的阿公就跟我讲说 你家要拿去 用床子 用床子 大家都知道 公公也知道 也说我 所以我关心这个案子 因为这个案子 是我自己亲身可见到 我们家的自己 也被人在侵占 所以今天才为了一点 不安侵占 这个三四百万 小贝子 我家那块第一大片 就被人在侵占 我们家没有欠这钱 就被骗头了 所以我觉得台湾 都不公不义 所以我今天非常感谢 非常尊敬 陈教授 还有其他教授 都毅力站出来 但是我是觉得 很效果 我们那个 因为我们的提计就是 那个林泽石 覆法 八部 什么都覆法 都不理你嘛 那你又怎么样呢 那你也没法怎么样啊 那很好 我的事为之啊 你看川普 是每天应付各种 记者的提问 我们的总统应该 倒走在里面 从不来面对的啦 那像我乏板的东西 你还可以找到 比如说 这个核富出的总统 董事长 所以你一直有提你的啦 台湾喔 真的是 非常可恶啦 官那点是非常可恶 那我另外奉献 这个陈教授 陈教授 這個公民政院都是踢到人家的利益 所以很多土地正義那些方法都只能不明白 所以各位回去要小心自己是比較安全的 這個你踢到人家的利益 把人家的官分制服還沒做誇 你在那邊鬧 你小心一點 好 我覺得到這裡 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來上指揮大家做的公開公開 我有三點補充 第一個剛剛先回應那個紀錄片導演所提的提問 其實大家剛才提到說台灣的一些陳情現場 常常警察比陳情人還多 事實上我也發現了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問題確實蠻有趣的 各位可以看看我們現場有哪些人 我看了一下發覺我最年輕 那可是現場的警察卻高達最多應該有二三十個 那二三十個警力 來面對我們這些老弱子 我是覺得這個好像也不太符合比例原則 我們是道名嗎 應該也不是嘛 幾位都是大教授 也都是為了公益挺身而出 我們也沒有像館長有練過 這麼厲害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 我只看 我只說我看到的跟我聽到的 我親而看到的 在這個案子裡面 執行署其實就我個人而言平心而論 他們曾經三次阻擋這個案子的執行 執行署在這點上面 我必須給予高度的肯定 因為在整個執行的過程當中 執行署三次挺身而出 要阻擋這個案子的繼續執行 第一次就是曾經針對這個個案 執行署在內部的公文裡面就提到 非常明確的提到說 本件的義務人就是陳欣旭先生 雖然有不動產 但是罰金的金額才1.8萬 執行顯不相當 所以他們認為這個案子沒有執行的實意 這是執行署第一次出來阻擋這個案子的執行 那後來為什麼做了變更 為什麼做了完全不同的決定 我想這也有賴執行署進度的說明 第二次執行署出來阻擋這個案子的執行 就是柯英文執行官再次問了這個 申請執行移政的這個單位監理所 說這個案子金額這麼低 你們確定要執行嗎 是基隆監理站 展兵學體的跟執行官回覆說 對我們因為已經付出了一萬三千塊的執行罪 所以我們要繼續執行他的1.8萬 好所以這案子就繼續的走下去 到了第三次執行署還是覺得不對勁 再次問了基隆監理站 這個案子金額這麼低 你們確定要繼續執行下去嗎 很遺憾的是基隆監理站說 是因為被執行人有其他的案件 所以這個沒有這個金額過地的問題 所以基隆監理站說我們要繼續執行 但是在政政的資料裡面 後續的基隆監理站根本沒有再移送任何的案件 給行政執行署 所以這當中是不是有人說謊了 我想這是必須要查清楚的 最後一點就是關於這個執行程序當中的瑕疵 一切的執行是以查封筆錄為主 查封筆錄書記官明明的載明說 書記官諸同執行員到現場揭示查封 可是問題是第一個沒有查封的拍照 一般行政執行程序 揭示封條的時候都一定會拍照存證 再來執行紀錄 既然展明書記官有不同執行員到現場 那為何執行員沒有簽名 所以我們認為從現有的證據上顯示 確實可能存在一些行政瑕疵 以上就律師的觀點 跟各位做一些簡報 謝謝 我就是那個之前欠你論發 然後被執行署把拍的成明書 那因為這次就是執行署的筆錄 裡面有造假非常多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我非常的 然後他甚至連封條也沒貼 然後還一直謊言 還一直在那邊亂講說他有貼 而且版本還有好幾版 一下又說有貼一下又說沒貼 然後一下又說照片洗不出來 我到底不曉得要那個相信哪一條 那今天還好有那個陳老師他幫我 不然我對於法律真的一竅不懂 真的這會成為他們那個底下的犧牲者 然而我相信我這次的案件 絕對絕對不是個案 這只是冰山一條而已 還有更多的內幕沒有被挖出來 這個就是執行署他們可惡的地方 真的只會說謊而已 真的真的非常的可惡 而且為什麼人家那個 人家的健保局或者其他的公交機關 都可以在第一時間找到我的電話 他們就找不到的電話 有啊 他找到了 有啊 108年 5月以後 對5月21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他怎麼沒有第一時間 打來跟我們討論一下呢 而且人家還一直問他說 是不是要跟那個 18的 18的金額太少 是不是要確定要執行 而且那個監獄站 也是一樣跟他們說確定要執行 而且那個柯玉仁他真的 他 因為我這次只是訴求 只是我 我那個行政 行政有瑕疵而已 結果他一直 對外一直說我那個 航單啊 舊架啊什麼 我想這應該是 跟我這次訴求的行政不公應該是 兩回事打 而且他 當時對的記者 真厲害 他那個柯玉仁他 當時他對的記者說 他有黑封條 我們 我們走的一切都是 都是 依法合法的 後來事實證明嘛 就是沒有封條嘛 你還要說謊 你到底是 到底是執行署還是說謊署啊 真厲害 好 謝謝 現在曾經已經進入 執行本組啊 然後 現在我們就要 避出這件 那這裡頭也有證物喔 這裡頭就是 書記官都同時打的 然後聯機表示 有在裡頭還有封條 所以 要查這裡頭 違法不當 那裡頭有沒有 所謂超人查證 那原來的目的性 有沒有不對 然後 你說 如果 警官代理人不只封 你們就沒有辦法 能夠 做動作 其實 這個都是要查 這裡疑點從頭 我們後面有這個圖 其實這很重要 所有都整理出來了 請問你們是 哪位執行官 陳清前執行官 感謝 你是代表 執行官 是不是 你是代表處長 還是副處長 代表處長 還是沒有 對 我是那個 陳先生的那個 症眠醫院案件的 票房小組的招呼人 對 然後我今天 陳先生在場 對 所以我們要陳述意見 跟整理爭點 他親自哪 你看 沒有這個 還要經過收花 所以 我先把這個 先給你 當我還要收花 然後 大家可以一起上來 一起上來 這個 我們要麻煩 陳清前執行官 對這案子 好好的查案 對於 尤其對於整個執行過程 前面有兩個意見 因為這案子呢 我們同時也在監察院 有三位委員 王又齡委員 跟 呃 蔡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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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什麼委員 還有高雍成委員 蔡什麼 那叫蔡什麼委員 蔡從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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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從毅委員 蔡從毅 其實同時在進行 然後社會都主目這個案件 所以這個案件是 顯不合理 顯不相當 然後 為什麼前面人那麼少知道 然後 喜帝文 其實應該要出來說清楚 講明白 他為什麼這樣做 喜帝文裡頭有很多問題 在喜帝文 風調媒天 說林基 是 呃 喜藝先 也是他說的 然後 他說 有都同執行 也是喜帝文 所以喜帝文 應該要說清楚 所以我請 這個 陳清潔 執行官 你要整個過程 正頭有一些人要調查 然後你要調查 買售人 銀秀化 還有 他的代買人 然後 為什麼 前面 都沒有人 一買 為什麼他又申請 減價拍賣 這個地方 是基隆 車站的北站跟南站 旁邊 開了六線到八線的道路 還有一條高速公路 現在這個地點 是基隆的蛋黃中的蛋黃 結果你的價比公告限制還低 所以這個很不合理 你要跟人民買地 你就共同核建 或者是 增收 或者是 共同開放 可以 但是你不能用一點大萬元 透過 行政執行手段 然後 很多人不知道 很多人不知道 然後你可以 四次撿叫 然後 前面三次沒有人知道 後面為什麼有人知道 然後這裡頭 蛋黃公司 不然 我們在黃正烈都很清楚 那一開始 黃正烈就進場 有一個土地經紀人就進場 所以做案子裡頭 是有基本 照基本去做 才是 沒有基本的一個舒適行為 所以我們也請問請教你 因為我們前面 也有 申請意義狀 也有 第一次 補充理由狀 現在第二次補充理由狀 然後 我也希望你們 要調查的時候 不要再調查酒駕 不要在深夜 不是在 二十九號 去送達 然後 當 知名 自己應該找郵務室送達 結果你竟然 自己當 知智快遞公司 然後叫人家三十號要報到 那三十號報到 就直接要 我們家做筆錄 就問人家裡面走一下 這個已經超出本案以外 這個行為 我跟你講 正經 但用權力 行使 三百零四條 使人行 無義務之事 三百零四條 加 一百三十四條 這是 不承證 這個 這個很嚴重 所以你的調查官 不能做這樣的調查 現在 真相都明白 在後面 所以我們把 這個東西請你調查 其實後面還很多 這個圖其實可以擋住 你可以好好的調查 所以我們這一切的希望 在 陳清田 也許不安 我們給他 按讚 讚 到齊了